伊之哥仔 在拍這段影片的時間 小弟的IG被人吃了 現在心情很複雜 某種老朋友之後 林家謙在5月13日 就有新歌派台 名字叫做Dudududu 他在年頭七七樂壇頓獎典禮的後台訪問中 曾經說到 我今年很想試試唱別人的歌 因為我過往一兩三年都是我自己寫的 我覺得自己的聲音如果可以多突破 其實是要試試唱別人的歌 因為我自己唱自己的歌太舒服 我太知道自己的歌如何去 當然會唱得更傷心 但我想試試 不是本身Taylor for我 或者是適合我新的歌 我有沒有機會可以用我的聲線再突破一點 我有一位台灣的朋友 不過不說了 我跟他有溝通過 希望今年有機會有一首 台灣歌手朋友的歌 有啦 這位台灣朋友 原來就是盧廣仲 這次就一起合作出了這首Dududu 作曲是盧廣仲的填詞就是林家謙自己 編曲就是盧廣仲和林家謙一起去做 而監製也是林家謙自己做的 沒錯,除了作曲之外 其他也是他自己做的 所以找人作曲真的要突破 而不是難 其他人說我也可能會以為他難 但他不是 這次盧廣仲作給他的這首歌 十分輕快 亦都是很清新的一首歌 撇開了林家謙的聲音的話 我簡直覺得是清新到有少少少少女味的清新 那一起來聽聽這段我覺得很洗腦的chorus 先試一下 是不是?十分輕快,十分洗腦 那這次就是講一下為什麼他可以給大家一個清新的感覺 除了他本身的拍子節奏之外 就是跟我很喜歡說的樂器選用很有關係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整首歌你聽完之後你會發現不太聽到那個drumset 即是不太聽到鼓的存在 能夠聽到最明顯的就只是那個bass drum會踩 那些tom、clash是一下都沒有響過的 頂多是由chorus起,就會打一下snare 如果沒有聽錯的話,還是用鼓掃去打 都是為了讓聲音不要太硬、堵、堵、柔和 然後本身對一首歌很重要的 用來做基本拍子的hi-hat 在一開始最柔和的first的時間 它是用了這個沙鎚來代替平時打的hi-hat 而平時的snare 它是用了吉他拍扇聲的snapping來代替的 它就是用了這些輕樂器來做烤劑 整首歌聽下去才會輕快和比清新更清新 而通常如果是一首大陸的pop歌 為了增加這個層次感 在chorus或第二段開始就會整吵少少首歌 可以增加一個層次感 例如會增加多些loading 在tom中 由close hi-hat變成open hi-hat 但這首歌就算要吵多一點點 聽起來也是用了手搖鼓去代替open hi-hat 因為你可以聽到hi-hat的聲音 因為它好像搖一些金屬的聲音 聽起來應該就是手搖鼓 而平時的tom loading位置 它就用了一些聲效去代替做了fill-in 而snare除了吉他拍扇之外 就用了鼓掃去打下去 如果小弟耳朵沒有聽錯的話 可能你會說用這麼簡單的輕樂器 bussking的時候就很容易還原到整個mood 其實還不可以 因為這首歌的bass是做了很多東西 很忙 沒有聽錯的話就是走一些bass的scale去佔著大家 所以整首歌聽起來才會這麼chill 推薦聽的bass位就是這裡 天天馬路遇到美的月光街 斑馬易流泡動人片石斑戴 Bass很忙 Jazz的惡理太高深了 我不敢亂說 只是以前組樂隊的時候 感覺到如果一個不小心Jazz的東西處理得不好 就很容易變成商場的廁所歌 但當然這首歌是很美的 完全不會 由陳少姬去錄的bass 這首歌的bass也很推薦大家去聽一下 但如果大家在用電話speaker 或是沒有bass的電腦喇叭去聽這首歌 就未必能夠聽清楚這首bass 所以認真地聽一首歌 可能最低限度是買耳機去聽 因為作為一個有玩樂器的人 有時看到很多人聽歌時 把focus放在focal那裡 難免有點傷感 如果剛剛開始玩樂器想自己去編曲的人 都可以試試想想 是不是在敲擊樂的方面 就可以不只是用死傳統的jump set 多一點變化 不知道林家謙下一次要找誰幫他作曲呢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我也很期待 好,伊之哥仔今集就到這裡了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我主要的生活片 如果大家喜歡看伊之哥仔的話 都記得看我平時的生活片 對於整個頻道的營運很重要 訂閱完之後,記得按鈴鐺 記得follow我Facebook和IG IG,現時這一刻是被人hack了 希望可以拿回來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看我的生活片 拜拜 既然唱歌 幸福 他真的在完成 後面 又不是 還有 available Kamera 與